耿指南枝,南方小土豆,是指攻陷哈尔滨的南方朋友,身穿浅色羽绒服,头戴可爱帽子是他们的特征,因为北方的平均身高比南方高,所以被调侃为南方小土豆。 他们将澡堂、澡室、冰雪大世界全部攻陷,在北方搓澡也被称为是南尼北搓,而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为了迎接这波破天的富贵,拿出了各种连本地人都没见过的东西,要把家底都掏出来的感觉,像是热气球、人造月亮、黑马骑士、驯鹿、萝卜切片、洞里摆盘等等各种本地人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做了出来, 只为了招待好远道而来的南方朋友,以及东北人本身就比较热情,为了把远道而来的客人照顾好,甚至有免费地铁和免费打车,但是东北方言听起来可能比较凶,大嗓门加陌生的中年大叔加免费,在南方这几个元素在一起一定没好事,所以出租车司机看车上是南方人声音都直接加起来了。 有时候机票便宜得二三百 二三百,那是疫情期间吧 不不不,它也有 土豆宝宝,请上车 你别哭 真心的土豆公主,土豆王子,土豆宝宝 我们是海龙江江湖广播,整整把土豆爱情供应车队 如果你现在打不到车,我可以免费在你的目的地 如果你们担心不安全,请老师拍下我的车牌后,并且用你自己的手机导航,土豆宝宝可以上车 本来是带动经济发展,大家其乐融融的文旅行为,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离不开男女那点事,让南方小土豆这个词变成了求偶 某些人开始要专宠南方小土豆了,以及想被北方人宠爱的南方小土豆,从最开始的热情好客的善意昵称,让某些人给玩变味了 一个好好的旅游文化交流,让他们完成了低俗的小说情节 这个词本身其实没什么问题,大家自我调侃 东北人热情接待,大家都开开心心体验不同的文化风俗,只是某些人别整得太恶心了 最后有没有东北的朋友,我想问一下你们的物价真的这么低吗?